高雄有一名流星男子 6号一大早 骑车来到骑津区的公庙 打算要借厕所 但是由于他停车位置不当 被陈信公庙人员纠正之后 双方一言不合爆发了拉扯 也导致公庙人员轻微的擦挫伤 警方过报赶抵现场 控制了现场 并且将两人带回 事后双方也互相的盗窃 化解了误会 公庙广场指定一名庙邦人员 情绪激动 就算旁人不断劝阻 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警方获报抵达 公庙人员依旧气冲冲 甚至差点跟园警起争执 原来稍早前 公庙人员遭到一名骑士拉扯 这才要找对方算账 资源警力赶来 赶紧将双方隔开控制现场 尽管骑士看似一脸无辜 但他涉嫌对公庙人员动粗 必须被逮回 事发在6号早上8点多 高雄骑警区骑警三路的公庙前 当时一名流行骑士前来借厕所 由于停车位置不当 遭诚信公庙人员纠正后 双方一言不合爆发拉扯 也导致公庙人员轻微差错伤 事后双方将误会解释清楚后 各自离去 只是为了上厕所引起纠纷 好在警方火速抵达 他避免事端持续扩大 借高雄众报导